好的 我们继续来共同修学传习录 先看原文 心可得思者 皆下学也 目不可得见 耳不可得闻 口不可得言 心不可得思者 上达也 如目之栽培灌溉 是下学也 至于日夜之所惜 调达畅茂乃是上达 人安能遇其立栽 故凡可用功 可告语者皆下学 上达只在下学里 凡圣人所说 虽极精微 俱是下学 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 自然上达去 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功夫 我们接下来来学习这一段原文 陆成啊 来问王阳明 说如何能学成上达的功夫 什么叫上达的功夫呢 这个出处啊 出自于论语的现问 子曰不愿天不由人 下学而上达 知我者其天乎 所以这个所谓的上达 所谓的下学啊 他出自于论语 成疑有这样的解读 成疑说呀 下学人士便是上达天理 不下学就不能上达 不低就就不能高成 所以我们当代人的毛病是什么呢 当代人大部分的毛病就是高不成 低不就的情况太多了 学问呢 不用很高 只要你踏实的能做事 进步嘛 不怕慢 只要日日不断 有很多人呢 都总是一学一个什么法 一了解一个什么法 总是想学得一个速成的功夫 你好比说吧 有的人呢 一开始接触佛学 怎么成佛 怎么能迅速的达到入定的境界 有的人一修道 直接了当的来问 我怎么成仙 所以啊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啊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 都是不那不想踏踏实实的 总想达到一个速成 很多人呢 一开始啊 想说 我想修一个大黑天法 怎么能迅速的让我有钱 所以你看这些骗子们呢 所谓的骗子啊 所谓的一些大师 他就抓住了所有人这种啊 不喜欢踏踏实实做事的 不喜欢踏踏实实脚踏实地修行的人的 这个 这个 这种心理 说你想快速的赚钱 来来来 我这有方法 啊 你先给我拿3880 我教你一个方法 啊 烧一个什么呀 摆一个什么呀 啊 6800 有发更大财的方法 结果你发没发现 不知道啊 这个大师倒是赚的盆盆盆钵满 这么贵啊 听说还有更贵的 所以什么呀 这就是世人呢 他这种速成的 想要不付出 什么都不付出 不付出任何努力 就想获得收获的 啊 我花了更多 对呀 那结果你发财了没有呢 啊 结果你达到目的了没有呢 不清楚 这就是什么呀 骗子抓住了世人呢 想要少花钱啊 得这个大便宜这样的心理 实际上来说 你想发财 只有通过你的身体力行 通过你自己的行为 去改变命运 那有的人说 哎呦 是啊 这个早大师 能不能给我看病啊 隔空抓瘤 隔空治病发功 啊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 越是这种 哗众取宠的 啊 越是这种骗人的 忽悠人的 他反而呢 越容易啊 这个 摄受人 你真正讲正法的啊 你真正讲正法的人呢 他不一定 这个学跟随者众多 为什么呀 他告诉你一切命运 把握在自己手里 可是世人呢 往往很愚痴 他总喜欢觉得有 总是给我一个神秘的方法 比如说吧 看看我的前世是谁呀 啊 啊 观观我的因果呀 让我烧个什么 马上把目前的困难给解决了呀 世人的愚痴点就在于什么呢 不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学习真正的因果的道理 你现在发生的疾病 发生的烦恼 发生的问题 它的根源在哪里 所有一切的根源在于你的思想 在于你自己内心的烦恼 你任何事情想要从根本上解决 一定是从自己的思想里找原因 可是普通人不想啊 好比说了 哎呦 我要在家里面摆一个什么呀 啊 我烧一个什么呀 有人说了 哎呦 于老师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的前世是谁呀 都喜欢搞这些没用的 就这些没用的人呢 就这些没用的人 就这些没用的事情啊 特别的能够吸引一些愚痴的人 盲目的跟随 盲目的追捧 所以你看世界呢 有很多人说 我能怪英国 我能摸摸脑袋 你就开智慧了 啊 这种大师 大师是画引号的啊 两边要画双引号的大师 啊 所谓的乌婆 神汉 呵呵呵 是不是啊 通灵者啊 这个水晶球的啊 实际上来说 大部分这种 99%以上 都是骗子 我以前跟你们聊过啊 咱们当笑话听的 说我就认识一个人啊 专门给人看前世的啊 我说你们这个知识储备得更新了 为啥呢 你给人看前世 讲的那个有 我都能说出来了 为啥呢 挑不逃不出西游记啊 逃不出西游记的范畴啊 他的 他的前世啊 是观音菩萨旁边的这个童女啊 他的前世啊 是猪八戒身边的跟班啊 他的前世是二郎神啊 他的前世是 我说能不能咱再把红楼梦读一读啊 啊 你你多读两本书 那你这个角色呢 又能多点了啊 要不实在没事 看看还珠格格也行啊 你的前世是相非 呵呵呵 你的前世是格格 他的前世是容嬷嬷 你都在 我说你们这些个人物储备啊 该更新得更新一下啊 还有的人跑过来说 哎 余老师啊 有人说了 说我的前世是武则天啊 我说你前世是武则天有什么用啊 你今生是武则天吗 那还有点用处啊 我们还能亲近亲近你啊 能给我们呢 带来点什么好处 你上辈子是武则天有什么用啊 那没什么用啊 你上辈子是谁都没用 为什么呀 关键要看你这辈子是谁 你这辈子能做什么啊 看你这辈子啊 能够为别人做什么 这辈子能成就什么真正的事业 能够啊 利益众生什么 所以别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啊 所以啊 你真你真的是 真的想骗人的 那你也你也得怎么样啊 你也得把自己的知识储备 好好的更新更新啊 你要让我说 我也会说啊 因为你证实不了啊 没有标准 没有人能证实的东西 可以信口胡言 有人说了 哎呦 那谁谁谁某某某某大师说的很准呢 我跟你讲啊 所谓的准什么叫准呢 人世间的事啊 逃不出来这么几个事 要是男的来啊 男的来看 大部分就是看婚姻 看事业 看财运啊 女的来 大部分就是看什么呢 看婚姻 老公出轨 我堕胎了 运气不好 赚不到钱啊 孩子的不听话 大部分都是这些事情啊 你逃不出这些事吗 小孩一来了 要么是问健康 要么是问考学 你说准不准啊 蒙上了总会是有 总归是要能蒙上个 三成五成的 他见人见的多了 给人看事看的多了 来了跟你聊两句 大概你是来什么目的 大概都都知道了 晚上然后晚上靠嘛 晚上碰嘛 对不对 碰对了 你夸我是活神仙 碰错了 大不了下回你不来找我了 这次的钱你该付 还是要付的吗 所以这是什么呀 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大家不要去搞这些 真实的改变命运呢 只能靠自己踏踏实实的增长智慧 踏踏实实的依靠自己去修自己的福报 只有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什么神啊 佛呀 菩萨呀 大仙啊 大师啊 他都不能改变你的命运 真实的佛菩萨也好 善知识也好 他只能够帮助你自己认清自己生命中的问题 从而自己把握人生 这个叫正法 反过来你期待别人给予你 别人对你恩赐 别人来帮你改变 那是不可能的 那你好比说他这个大师也好啊 乌婆也好啊 我问问你他自己有没有烦恼啊 他的生活什么东西都没有坎坷吗 没有烦恼吗 那他怎么不给自己好好解一解解解一解啊 所以这些有都是哗众屈宠的东西 当然了 我不否认哦 我不否认有有有那么百分之零点几的人 那是真有学问真有本事的 那是一种学问啊 不是搞那些个神秘啊 不是搞那些个神秘的东西啊 不是搞那些个迷信的东西 真有的本事的那个是靠学问来的 为什么呀 我说了易经是统计学是能量学 他把这个学问搞得比较通 那他呢 大部分把这个你的未来的一些趋吉避凶的 这个是有一点的 但那个是辅助作用 不是起到主要的作用 主要的作用在哪里呢 在于人的思想 在于你自己的观念 在于你自己对自己错误的认知与改变 这个才是一切的根本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什么呀 我们在这里讲说 你学佛 归根结底来讲 是改变思想 是改变你的思维习惯 从这里来转变 归根结底修什么呀 修我们自己的一颗心 什么叫修行呢 修行就是修正行为 不停的修正我们的错误的行为 有人说了 我的行为都很对了 我不需要修正 那你这就叫狂妄 这叫一种自大 这叫一种傲慢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犯错的人 不犯错的人是不存在的 存在的是犯了错 不觉得自己错的人 而修行就是先认知到错误 从而改正一切错误的东西 这个就叫修行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 你学问不一定非得要高 但是你要踏实 你学习任何学问进步不怕慢 要日日不断 不能够倒退 不能够间断 也不要这个成天想着去做一些不平凡的事 总有人呢 像小朋友就是这样 你想做什么呀 我想做航天员 我想做这个 这个这个 宇航员 我想做这个大明星 不要总是想做一个不平凡的人 或者想做一件大的不平凡的事 不要总是这样 那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想着把一件平凡的事 做到不平凡 这个才是真正的高手 这个才真正能称之为人中精英 他能把一个很平凡的事 做到了不平凡 而不是总想着我去做一件不平凡的事 这是不一样的观念 这是不一样的思想 君子素未而行 你能够把你的本职工作 尽到你的本分 把你现在能够做到的事 做到最好 自然能够得到向上提升的机会 你如果说 哎呦 认为今天这个事不是我该干的 我总想干点高端的事 你反而得不到那个所谓的高端的机会 我们就拿一些所谓的这个大学毕业生来说吧 很多大学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 什么叫高不成低不就呢 你让这些大学毕业生 他好歹甭管是不是什么大学 他好歹是算个大学毕业的 你让他去干一个月2500的工资 他他看不上的 他总想一毕业就拿15000的工资 25000的工资 你让他干30002000的工作 他是不会去的 可是你真的给他开25000的工资的这个 这个薪水的职位啊 他又胜任不了 他没有相应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 所以怎么办呢 在家啃老吧 呆着吧 他一上来就想做不平凡的事 他觉得这些事太低端了 我都不能去做 可是你真的那个高的那个事呢 不会给你机会的 因为你没有相应的能力 没有相应的经验 所以不要一上来就想做一个所谓不平凡的事 而是要把平凡的事情做到不平凡 好比说你是一个厨师 你就把你这个厨师的本分做到极致 你自然能成为厨师中的佼佼者 你如果是一个理发师 你把这个理发很平凡的工作做到了不平凡 你可以成为理发界当中的这个大师 所以所有的所有的人啊 都应该是先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 把眼前的本分给做好 这个是最关键的 你把本分做到最好了 那你自然能得到向上提升的机会 上来你就想说了啊 你说我现在 我上来就要当最高的啊 当这个顶尖的 你未必有这个机会啊 顶尖的也是从底下的慢慢的做上来的 那么我们每天呢 要想学习 不是到处去学那些高大上的啊 一定是最尖端的 而是反复的学习磨练 手上正在做的 把它做好 做到极致 这叫下学而上达 注意啊 我们现在讲啊 下学和上达的功夫就是这个意思 你学习一定从最基础的学 学起 你就像我们很多人 他从来没读过一本佛经啊 一本佛经都没学过啊 没有认认真真的静下心来好好的研读一本经典 可是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明白 我们这直播间就来很多呀 他一本佛经都没读过 他跑过来跟我探讨来了 他觉得他什么都懂 他说了 我比你明白 我说你哪里比你比我明白什么呢 我什么都懂 你讲的什么四季时空啊 什么要做好事啊 做善良的人呢 我比你明白 要做善良的人谁都懂 什么叫善良 你做过多少件善良的事 善良具体以什么标准来判别 来辨别 佛学的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理念 你是否有过经典的研学 你是否明白什么叫十二因缘 你是否知道什么叫四圣地 你是否知道他讲课讲了多少年 都讲了哪些课程 你这些都不知道 你上来就觉得 哎呦我比你明白了 我什么都懂了 你讲的那些我全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这是一个庞大的理论 咱别说你明白我明白吧 你用一辈子来学习 你都不敢说能明白了 都不敢说我能我能明白了 所以这叫什么呢 觉得自己什么呀 觉得自己直接上达了 他没有经过下学 他就认为自己上达了 所以凡是跑过来说 哎呦那个是迷信啊 那个你讲这个东西不对 你胡说八道 凡是这么说的人 都是没有经过下学的人 他就觉得自己上达了 他连最基础的东西都不懂 他就觉得他什么都懂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 没法跟你探讨啊 然后他他来一句 你说不过我了吧 啊你这讲的就是错误的 你说不过我了 所以你不你你不能跟我探讨了吧 怎么不能探讨呢 确实不能探讨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连最起码的最基础的东西都不知道 怎么跟你探讨呢 现在跟你一讲十二因缘 你说什么叫十二因缘 我不听那个 你连十二因缘都不知道是什么 跟你讲六道 哪六道啊 不知道 啊跟你讲色即时空 色是什么意思啊 不明白啊 色就是男男欢女爱吗 不对 谁告诉你的 你自己想的 自己看到了色即时空啊 色就是空啊 不让人搞对象 自己思维乱想的 谁跟你讲呢 什么都没有学习过 什么都没有接触过 然后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了 认为自己了解真相 你说可笑不可笑 所以就不能跟他探讨 你不可能说一个 我们说了解什么叫高等数学的人 去跟小学生探讨高等数学 没法探讨 他只学了小学的课程 甚至于连小学的课程 他都没有学习过 所以什么叫下达 下学呀 就是你学习任何东西都可以 你不要梦想着 幻想着 妄想着 上了一下达到了最高的 就包括已经在这个佛学圈子当中的人 也有很多这样的 他往哪一坐 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他觉得自己比别人都高 从而你一跟他讲念佛法门呢 他说那个不行 那个都是下根人学的 他这一句话就代表他认为自己是上根人 注意啊 我们见过很多 我本人就见过很多 我们在那一聊 有的时候就闲聊嘛 聊起来 有的人说 哎呦 我是学念佛法门的 有人有人嗤之以鼻 说那都是下根人学的 那都是下根人学的 这一句话里面包含很多意思 马上呢 他就把自己呢 认为自己是一个上根人 你怎么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上根人呢 你觉得自己聪明 所以你就是上根人 这不是 这不是自己的空想吗 这叫梦幻泡影 一种空花 胡说的 自己想的 所以你看我们 我们普通人也是 有一些 咱们社会上很多人 他从来没读过佛经 离他 他离佛学最近的一次 就是看熊小看西游记 于是他就觉得西游记里边讲的 啊 就是他认为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佛学的全部了 啊 这如来佛祖 不是一个巴掌把孙悟空 啊扣到这个五行山下了吗 啊 他既然那么厉害啊 那他怎么 他到底他能比孙悟空厉害吗 我说你聊这个是啥 这是佛学吗 这不是西游记吗 西游记是小说啊 他跟佛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不能拿小说来聊佛学哟 所以这么一说 那位怎么说呢 那位说啊 西游记不是佛学啊 可不不是怎么的 就像你说 环珠格格是清朝历史吗 不是呀 环珠格格 你不能拿 咱们说拿 你说那小燕子怎么怎么着的 啊 小燕子跟皇后跟容嬷嬷 怎么怎么着的 啊 他可能有这个人啊 可能历史上出现过有这么个人 但那些故事都是杜撰的 都是假的 西游记也是一样 里面的太上老君也好啊 观音菩萨也好啊 啊 他都是佛教道教的人物和神仙 那些事情都是编的啊 那些故事都是杜撰的 都是小说作者写的 跟佛学有什么关系呢 有的时候一拿 一看到这样的人呢 我很害怕啊 一开始觉得可笑 现在觉得很害怕啊 又觉得又遇到这样了呀 啊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谈起 啊 你要跟他解释半天 说那西游记跟这个事没关系 你要跟他解释半天 然后他坚持的认为自己是没错的 你说可不可怕 所以我们这里面大家要看了 就包括普通人也是一样 咱们学习的人 已经开始学习的人 你就要去了解 不要以为自己怎么样啊 不要以为自己 为什么上事那 什么叫为什么上事那 你这个问题不太明白 你得答清楚啊 为什么上事那 所以我们很多人呢 总是想走一个捷径 好比说看到了那个阿弥陀经里面说了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七日 他觉得我念七天就行了呗 所以我就念七天啊 所以我一切都有保障了 不是这样的 说让你念一天呢 念二天呢 念三天呢 念四天呢 乃至于念七天呢 说你能够啊 去对你的心性的专一的定力 去进行一种训练 那有的人 人家智慧高 人家念一天就好了 人家念一天就训练了一种专注的一心不乱 你念七天也没训练到啊 所以怎么办呢 还得继续啊 那不是说啊 那不是说啊 说那个经文上说了啊 说那个念一天就行了 念五天就行了 念七天就行了 不是这个意思 你错读了 你错解了 是说你能够通过这样的训练 或者要么一天 要么两天 要么七天啊 训练到一种一心不乱 念七年也行啊 那那有的人七十年 他都念不到一心不乱 什么叫一心不乱呢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的心的杂念太多了 像一个浑浊的水 你的心太浑浊了 所以天上那个皎洁的月亮 没有办法映现在你这个浑浊的水里面 所以我们呢 就通过这种念啊 这种方式 以口印心 把我们心里的这些杂念 这些泥沙 全部沉淀下来 把它扫除干净 你一干净 离你那么远的月亮 就直接映在了你这潭水里面 所谓千江水 又千江月 然后怎么样呢 一下子你就能够净土也显现了 佛菩萨也显现了啊 一切清净自在的全部都显现了 很简单 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你看我们有那些个 有愚痴无知的人跑到直播间来 我正讲的兴高采烈呢 他来一句 什么佛 你给我叫过来让我看看 我看到了我就相信 我没看到我就不相信 这不是给不给你叫过来的问题 他一直都在 随时随地他都在显现 是你的这滩水太浑浊了 你看不到啊 不是我给你叫过来 不需要我来叫 只要你的心清净了 只要你干净了 你自然就能够看到 而你以这种傲慢的 与污浊的贪嗔吃慢 一非常至盛的这样的念头 谁给你叫都叫不来 叫来了站在你面前 你也视而不见 所以不是叫或不叫的问题 是你自己内心 有没有扫除干净的问题 那我们每一个学者 我们每一个在路上的人 我们都需要怎么样啊 扫除自己的心 把自己的傲慢心呢 贪欲心呢 称心呢 这个鱼吃的心呢 慢慢的降服 到哪去 不要先想当老大 先当学生 不要到任何地方都觉得自己牛 觉得自己最美 觉得自己最高 觉得自己最厉害 先把自己的身份 想法先放下 总讲放下放下 放下什么呢 放下你乱七八糟的各种知见 有人说了 我什么都懂 你什么都懂 你也先放下 你所谓的什么都懂 都是从哪获得的呢 你自己想一想 你是通过你上大学获得的呢 还是通过刷抖音获得的呢 还是通过没事玩手机获得的呢 你获得的这些资讯 这些知识 这些理论 全部都是碎片式的 是不成系统的 我们当 尤其是我们当代人 获取信息的方式啊 要么刷刷微信呢 刷刷抖音呢 看看这个今日头条啊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那是碎片式的 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个完整的 体系严谨的 一整套的 对于促进人向上的理论学说 你没有学过 所以你所有的知见都是知灵破碎的 你要想学习 想要提高 必须先把你原来的东西倒掉 不要说我懂 我还没讲完呢 你说这个我知道了 我还没讲呢 你就知道了 讲完了讲一百遍 你都未必真的知道 有人说 你不就孝顺父母吗 不就做好事吗 那关键问题是你没做呀 你没做 你怎么就说你知道了呢 如果真知道了 真懂的人一定积极的努力的就去做了 如果你还不能做到 就说明你不是真的明白 有人说了 大道理谁都只懂 可是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就是不懂 懂了就一定能去真的做到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下学而上达 唯有下学 才能上达 不能下学 则不能上达 即便下学了 也未必能上达 所以呢 要不怨天 不由人 反己自修 继续下学而上达 这是唯一的道路 孔子都这样 咱们有什么好说的呢 所以这里面呢 陆成问王阳明说 怎么才能上达 这个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是错误的问题 我们滋滋以求的寻找答案 往往都是因为找错了问题 如果我们找对了问题 问题就是答案 那就不用问了 好比棱眼睛里面 问心在哪里 你根本就误解了所谓心的概念 所以你怎么能找到心呢 棱眼睛里面问 你是用什么来 说你为什么来跟我学习呀 阿难说 我看你长得好看 我看你长得庄严和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要跟你学习 那释迦佛问他 你用什么来看我长得好看 你用哪里觉得我 我长得好看的 我用眼睛看到的 用心来感觉的 好了 你的眼睛在哪里 你的心在哪里 他说我的心 我的心 我的心就在这呗 我的心就在我身体里 他说那你的心如果在身体里的话 那就像你现在坐在我们这个课堂里 你能够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竹林 那么我来问你 你是先看到屋里的东西呢 还是先看到了窗外的东西呢 阿难说 阿难说 那我人坐在讲堂里 我肯定是先能看到屋里的东西 然后我再透过窗户看外面 然后才能看到外面的东西 那么 世家继续问他 说那有没有可能说有一个人呢 坐在屋里 屋里的东西都看不见 那他只能看到窗外的东西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阿难说不可能 这个人既然坐在屋里 既然能看眼睛正常 那他肯定能先看到屋里的东西 然后才能看到外面的竹林 世家福说 对了 你的心哦 你说在你的身体里 你的心固然没长眼睛 心不会看 但心会感知 那么你的心脑 竟然在你的身体里 那他为什么感知不到你的 自己的内部啊 你内部的血液是怎么运行的 心脏是怎么跳动的 五脏六腑是怎么摆放的啊 你的头发指甲是怎么生长的啊 你得病是怎么得的 你对这些应该先感知 然后才能感知外面的东西 可是呢 事实的情况是 你对自己的五脏六腑 血液运行毛发指甲 你对这些东西完全都感觉不到 它是什么时候长起来的 头发是什么时候变白的 眼睛是什么时候分泌的岩石 肚子里面长瘤是什么时候开始长的 你全部知道 然后你却告诉我说 你用心去感觉了外界 比如说外面谁好看 外面谁难看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你的心如果是在体内 应该是先感知你内部的东西 然后再感知外面的东西 可现在呢 你的心对外面的东西都知道 可是对里面的东西一无所知 那你说你的心 还能说你的心在体内吗 阿难说 哦 老师那我错了 心在体外 我的心呢 跟我不在一起 我的心在我的身体外面 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我才能够对外面的事情都了了然然 然后对内部的东西我不知道 那佛说了 那我来问你了 两个人一起走路 一个人饿了 另一个人吃饱了 那他也能一起饱吗 他说那不可能 两个人一起走路 谁吃饱了 谁吃饭了 谁饱 没吃的那个 那他肯定不能饱 我说对流 那么你的心如果在体外 他感知什么是他的事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那我知道了 老师那这个心呢 在中间 不在内也不在外 心在中间 那佛说中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中间是怎么个中间呢 是是是左右的中间呢 啊 还是上下的中间呢 啊 还是说这个 这个我这个手抓住他的 这个这个的中间呢 什么叫中间呢 所以如此一来啊 阿难提出了这个心呢 在七个地方 一一被佛陀否定了 他这个为什么找不到心呢 因为他认为的心不是真的心 他抓住了一个错误的心的概念 所以就永远找不到这个心 当然了 我们这里面所说的心 肯定不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器官 我们会说我心里想一个人 心里想一个人 不是说你这个心脏里面装了一个人 是代表你的意识思想 你的意识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是通过接受外界资讯 通过接受了外界的资讯 然后形成了你的思想 好比说你从小到大 你睁开眼睛看外面 耳朵在听外面 鼻子闻外面 舌头肠外面 身体感知外面 逐渐的形成了你的思想 加上你上学 父母的教育等等等等 形成了你现在的所谓的你 那么这些东西 你的意识思想 你现在的意识思想 是依托于外界形成的 不是你的本来面目 你的本来 那个东西不应该依靠外界 但凡是依靠外面的东西 而形成的那个 就不是你的真心 有的人会说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你假设说 你今天看到了我 我才存在 我在你的生命当中 才存在 如果说你从来永远 或者你今生 从来没有点开过 我的直播间 从来没有认知我这个人 我不管活的什么样 是潦倒或者精彩 在你生命当中 是不存在的 在你的主观世界当中 是不存在我这个人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 滑到了我 我开始 你开始知道 有这个世界 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然后形成了 对我的一种认知 哪怕你想骂我也好 想夸我也好 等等等等 那你说 这个就是一种心吗 这是一种思想 这个思想是心吗 如果说 这个思想是你的心 那我不就成了你的心吗 有我 才有了你的心 没有我就没有了你的心吗 就像你你针对外界的世界 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了外部世界 那你的心就不存在了 那你 那你不能说外面整个世界 是你吧 外面的世界 等于是客观的 物理化的存在 那么你的心 总得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好了 我们刚才说 你之所以滋滋以求的 寻求答案 找不到答案 就是因为你的问题 有问题 阿难的问题就在于 不存在 他对心的认知错误了 我们对外界认知的这个心 不是真心 不是本来心 这个叫攀缘心 什么叫攀缘心呢 你通过对外 你的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 对外界的认知 形成的这个思想 这个是依托于外界形成的 这个就叫攀缘心 是向外向外寻找 向外持足而形成的认知 好比说吧 你是唯心主义 你是唯物主义 或者你学习什么 你现在的一些认知 都是通过你跟外界的交互形成的 这个就叫攀缘心 这不是你本来的心 现在我一说轮船 你就知道轮船什么样 现在我说飞机 你就知道飞机什么样 那是因为你曾经有过对飞机轮船的认知和学习 你看到过 学到过 有人给你讲过 这个意识 这个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是你对外界的这个认知形成的 这个心不是你 不是你本身 什么是你本身呢 你的本身就是那个能认知的那个性 性是你本身是你的本体 能认知的这个叫见性 能看的叫见性 能听的叫闻性 能闻的叫闻性 能吃的叫长性 能对外感知的 这个叫畜性 接触的畜 所以说这个性才是你的本体 至于后面认知的那个是通过外界的东西形成的 那个是攀缘心 所以我们的本性 本性是一个东西 本性就像一条绳子 这一条绳子上打了六个结 一条绳子上的六个结 这六个结分别是 见性 闻性 听性 嗅性 长性 触性 还有就是意识的思维性 眼耳鼻舌深意 对外界的感知的能力 注意不是感知的内容 是感知的能力 你感知的内容会变化的 你今天感知自己的身体 和明天感知自己的身体是不一样的 就像你小时候的身体和现在的身体 还有你未来会衰老的身体 这是不一样的 你今天看到这个房子是这样 你十年后再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会发生变化的 你内心的感受也会变化 但是这种能观察 能感知的能力 它不会变 能变的就不能永恒存在 不变的就能永恒存在 所以 什么呀 你的这种感知的能力 它会一直存在 即便你这个身体器官 暂时 你这个 你这一套身体器官不能用了 能感知的那个能力还在 注意这个很重要 这也是冷眼睛里面 非常重要的内容 你看世界 和你看世界的这些器官 它都会发生变化 会发生变化的 将来就要消失 只要会发生变化 它就会消失不见 会经历四个阶段 成 住 坏 空 一切物质都是这样 一切会变化的 都要经历这个 你包括太阳 包括地球 甚至包括这个所谓的各种星球 太阳系也是一样的 首先它要形成 然后呢 它要在世界上存在一段时间 然后就要坏掉 最后消失不见 成住坏空 拿我们的身体来说吧 成在妈妈肚子里要形成 然后住 然后生下来活在世界上 然后慢慢的要坏掉 那要生病 最后最后怎么样 一把火烧掉了 空了 地球也是一样 太阳也是一样 只要会发生变化的 就会成住坏空 最后要空掉 都什么发生变化呀 你的身体发不发生变化呀 这个高楼大厦会不会变化呀 这个高山大海会不会变化呀 只要会变化的 就不会永恒存在 那什么不变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 能看的这个能力不变 能听能闻 能尝的这个能力不变 注意 不是能看的这个内容 有人说了 那我今天看的 或明天看的 东西不一样啊 会变化呀 那是你看的内容发生变化 但是能感知的这个能力 是不变的 你十年前能不能看到天空 十年后能不能看到天空 都能吗 有人说了 说那我的眼睛瞎了 我就看不到了 你眼睛瞎了瞎的是器官 但是呢 你能看的能力还是没变 一个盲人 你说他能不能看到 你说他什么都看不到了 他能看到黑暗 他什么都看不到 他还通过摸通过听来想象 那他自己有一个想象的能力 最后怎么样啊 他还是能够给予他一个见性 他还是给他一个形状 还是给他一个一个形象 所以这种看的能力是不变的 既然不变就会永恒存在 能见能知能感 能闻能嗅 这些能力不变 这个能力既然不变 他就不会随着你这个身体 你这个器官的消失而消失 所以什么叫三世因果 什么叫六道轮回 这个就是 那么这个性是从哪里来的呢 本字具足 无始以来就有 他既没有来处 也没有去处 所以叫如来 好像来了 好像来了 如来 好像来了 好像来了 又不是实际来了 为什么 因为被你这些个眼睛耳朵鼻子 给把那个东西给遮住了 你全部都往外看了 你本来的那个那个见性 那个文性 那个秀性 那个长性 你忽略掉了 就好像我们刚才说了 说你的本性像一条绳子 这条绳子上面一旦被打了六个结 你的关注点全部在结上了 而不在这条绳子本身了 这么一打结 这个绳子你就忽略了 你光看这个结了 你就不看这个绳子了 更别说打了六个结 这六个结吸引了你全部的注意力 这六个结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眼睛看外界 我们的鼻子闻外界 我们的耳朵听外界 我们的身体感知外界 然后你的那个本来的 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性 你就感觉不到 你就被他给挡住了 你就感觉不到了 你全部往外看了 然后呢 随着你的你的这个认知 攀原心越来越重 你的攀原心越来越厚 然后怎么样啊 你就觉得 人家结婚我也得结婚了 人家买房我也得买房了 人家买车我也得买车了 然后呢 就疲于奔命了 迷失了一辈子 最后两腿一蹬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来的了 一开始来的那个目的都给忘了 那我们总想找答案 不是因为没有答案 而是找错了问题 我们找对了问题的时候 问题就是答案 你就不用再问了 王阳明说 后世的儒者在教育人的时候 才涉及到精微的地方 说这就是上达的功夫 现在还不到学习的时候 接下来又讲下学的功夫 这是把下学和上达给分开了 眼睛能看到的 耳朵能听到的 嘴上能表达的 你心里能想到的学问 都是下学 看不到 听不到 说不出来的 心里想都想不到的 那个就叫上达 下学和上达 我们可以认为叫行而下和行而上 我们有另外一个词 叫行而下 什么叫行而下呢 就是我们能明白的 你不能明白的 那个叫行而上 有人说的 我都不明白 像我跟这讲 有的时候讲半天课 有的人说 老师我听不明白 你听不明白 那个东西 对你来说就是行而上的 但是我能表达出来的 对我来讲就是行而下的 我说也说不出来 感觉也感觉不到的 那个 那个就是行而上的学问 所谓大音息声 真正大的声音 你听不到 有人说啥意思 老子讲大音息声 很好理解呀 你想一想 咱们这个地球是不是在转呢 你看我们在这好像挺稳当的 也没地震 也没怎么着的 好像坐得稳稳的 但地球 它是在动啊 它自己也在转 它也围绕着这个 这个太阳在转 我问问你们 这么大个星球 在这转 它能没有声音吗 你自己在家毛驴拉个墨 那声音还很大 这么大个星球在那动态 一边自己转 一边围着太阳转 它能没有声音吗 对了 正念说的很好 它超出了你的听力 它太大了 这个声音太大了 你的耳朵听不到了 大音息声 真正大的声音 你听不到 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说这个太阳 这个地球也在转 说这个月亮也在转 这个地球一边自己转 一边围着太阳转 它也不发电 它也没有人给它供电 它也没有人给它给它 我问你这个动力是从哪来的 你问科学家 科学家能解释吗 你们去问问科学家 问问美国的科学家 问问中科院的科学家 说这个地球它自转又公转 这个动力是从哪来的 它能解释吗 解释不了 不是因为引力吗 引力是引力是它把它吸引过去 能量 对呀 我就说是因为有能量 这个能量是从哪来 这需要很大的能量 而且这个能量 它需要源源不断的来 那这个能量从哪来 我来告诉你 它解答不了 我能解答 我来告诉你 这个能量从哪来 从一切五着恶势众生的念头中来 一切五着恶势的众生 它的贪嗔痴漫移不除 这个公转和自转 它就不会停息 这些能量都是从贪嗔痴漫移的念头中来 从一切恶势众生的众业所感当中来的 你去问科学家 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念头有力量 他不知道念头当中的这个力量 是这么的强大 地藏经理怎么说呀 能胀胜道 说念头的力量就这么大 上达的功夫 真正上达的功夫 不是你通过努力能达到的 而念头没了 地球也不存在了吧 但是一切众生都回归到本性了 那就不用这个物理世界了 不需要这个物理世界了 所谓一切众生入涅槃了 那我们你这辈子是看不到了 我也看不到 未来吧 未来吧 那么我们讲了 真正的这种上达的功夫 不是用语言文字能说出来的 你好久说吧 你告诉我说 有人问我说 于老师 我怎么能达到最清净的根本圣道涅槃呢 说不出来 我没法跟你说 我怎么跟你说呀 能说出来的就不是最高的异地了 为什么呀 有人说了 那你就是说 你就是不会 你就不会讲 所以说你说 你说不出来 或者有人 有人说了 说那就是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不行 他不会讲 他说不出来 所以他不讲 不对 因为语言文字啊 是凡夫创造的 凡夫创造的东西 他描述不清楚圣人的东西 你看这个语言嘛 咱们的语言是普通人造的 普通人创立的语言 普通人创立的语言 他怎么能描述得了圣人的境界呢 所以那语言文字是说不清楚的 所以讲道可道非常道 说道到底能不能说呢 道可以说 但是不是你认为的那种说 道可道 道是可以讲的 非常道 不是用平常的方式讲的 不是用平常的方式 说我跟你说 我来教你 来黑板上一加一等于二 不是用这种方式 能让你明白的 语言文字是说不清楚的 非得让把这个方法告诉你 然后你自己去误 你自己去赶 只能说出来的都是第二异地 甚至于第三异地了 根本的最高异地是讲不出来的 有人说了 说我学棱眼经了 我已经学了第一异地的 棱眼只能说是相对接近第一异地的 一种方便说法 第一异地需要误 能说出来的都不是第一异地 王阳明说好比种树 灌溉栽培 这就叫下雪 树木日夜生长 枝繁夜茂 这叫上达 那树木怎么长 人如何能干预呢 你怎么干预树怎么长啊 你只有在栽培灌溉上去干预了 所以我们说可以用功的 可以讲的都是下雪的功夫 上达是一种结果 包含在下雪里面 圣人讲的道理 再精深再微妙 都是下雪的功夫 好比讲念佛 讲参禅 这些都是形而下的具体操作方法 但真正你达到的那种境界 说不出来 你只有自己试了 自己潜心的去操作了 你才能有感受 我给大家简单举例子吧 好比说 你说余老师 我2022年想发大财 你也不用跟我讲那么多高深的道理了 讲那么多高深道理 我听也听不懂 我文化有限 你就告诉我吧 2022年我想发财怎么办 可以啊 你说我就想发财 我就想赚大钱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啊 这种所谓的这个财富 其实很容易获得 只要你能够真实的按照我告诉你的去做 你真实的相信了了解了这种因果 你照着去做 你2022年 比如说2022年了 我保你发财五年 啊 怎么做呢 你每天啊 你把你现在目前的收入 你做一个规划 好比说吧 我简单举例子啊 好比说吧 我这个月 我每个月工资三千 我留一千啊 我一千块钱 自己生活 一千块钱呢 啊 这个我只是举例子啊 当然了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我只是举例子啊 我一千块钱呢 上边孝敬父母啊 下边要养孩子 啊 这一千块钱呢 我存五百 啊 然后两百零花 那三百呢 我就拿出来做布施的事业 你不是想发财吗 你想发财 这三百就是投资 呵呵呵 好吧 你总得有 你看三百和三千是多少啊 百分之十啊 你拿出你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来 你来行布施 什么叫布施啊 帮助真实有需要的人 比如帮助孤儿啊 啊 帮助老人呢 啊 啊 帮助这个脑瘫儿童啊 啊 啊 帮助这个 你你你得真实的去做呀 啊 帮助小动物放生啊 啊 或者帮助有传播佛法的事业呀 你真实的去做啊 你不要说就做一个月啊 然后说哎呦 没有看到效果 然后就不做了 那你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你就发不了财 那你别说我这方法不好用 对吧 你得坚持的去做 然后内心真实的相信 我没有让你倾家荡产去做这些事 那也犯不上 你把你的这个 有一个确切的规划 然后怎么样 你真实的去做 你好好的潜心的去做 你首先你你第一点最直观 你能收获到一种快乐 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很快乐 当你看到被帮助的啊 或者说受住的那个人啊 老师我没有收入 拿家人的收入可以吗 拿家人的收入 那就是那就是你家人啊 慢慢的他会获得财富 那就不是你啊 然后呢你去做 然后你最直观的 第一个就是很快乐 当你看到啊 有这个有生命被解救了 好比说你看这个鱼啊 你去买了这条鱼 今天他要不然马上被人买了 要上餐桌 你看这活生生的生命啊 他没有被杀 他反而获得了自由 你会有一种欢喜 当你看到啊 少衣少穿的老人 独居老人 他的微笑 然后你首先第一个最直观 你获得快乐 然后慢慢的有 你能够改造到你的生活 各种各样好的机缘 与各种各样的人脉关系 慢慢的向你靠拢了 然后你就真实的有信心了 一开始你还抱着有点怀疑 然后时间长了 你就慢慢感受到了 这就是你后来你慢慢的 你行了三年 行了五年 你把这件事情当成你生活当中的啊 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了 你甚至不是主动的刻意的去做某种所谓的善事了 善事对于你来说已经不是善事了 什么意思呢 变成了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它不是一个善事了 现代人呢 最最想要的就是马上要见效果 而且觉得自己在行善 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 行善不需要行善 什么呢 把你认为的行善变成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自然一部分 就像你说吃饭一样 吃饭你还会刻意的说 哎呦 我明天呃 九点要去吃个饭呢 我明天中午 你还有每天把吃饭的事情要刻意的拿出来提吗 哦 不需要 就是把你所谓的行善事变成你生活当中自然在做的事 它已经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你不会跟别人再去讲 哎呦 我明天要去做 我明天要去做个善事啊 或者我明天要去帮助一个人呢 你根本不需要去说了 甚至你甚至于慢慢的变成了什么呢 对 这个美腻大肉喵说的特别好啊 就像呼吸不需要再打招呼一下 就像或者说你做善事 你根本没觉得自己在做善事 好了 这个时候你的大财富就来了 你做到这样的时候 你的大财富就来了 有人说了 为什么呢 什么道理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 世间的因果规律 世间宇宙当中啊 有一个所谓的吸引力法则 有一个所谓的付出与回馈的自然法则 你好比说吧 你的念头发射出去了 这个宇宙是会有有有念头回来的 什么念头回来 你好比说 我想养家糊口 你的念念都是为了自私的养家糊口 你养家糊口能需要多少钱呢 一个月三千五千八千一万 也就这么样的 所以你最终达到的成就也就是这样了 可是当你的念头发射出 你说你是利益一切众生的 你想一想你要帮助一切众生 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十亿八亿五十亿也未必够 所以这个时候宇宙给你的回馈 就是给你足够你能够做的事的呀 那你的大财富真的就来了 然后你继续用真正获得的大财富 你继续把他这个事情发扬光大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叫真实的下学而上达 那个时候等你真的到了那种境界的时候 你才真正的了解了 不是我能跟你说出来的 是你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 感受什么呢 什么叫善 如何行善 什么叫吸引力法则 什么叫世界宇宙的这种念力 你自然知道了 不需要我讲 我讲也讲不明白 你只有做了才能感受得到 一开始你可能真的是为了自己发点财 可是当你真的有了很大的财富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财富用来干什么呢 还不是用来回馈 有人说了那不对 我得买房子呀 我得买车呀 那是因为你的心量太小 你在没有拥有大财富的时候 你当然会这样想 真正当你拥有了更大的财富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哦 我拥有了这么多钱 我最后干嘛呢 还是回馈 钱最终是要流通的 那么没有拥有的人 他理解不到 他又误不到这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不拥有 他误不出来 所以才会经常我们讲不失的 有人说了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那确实我 我站着说话 其实我站着说话腰也疼啊 要不然我能老坐着吗 这跟腰疼不腰疼没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你自己的心境格局和智慧的提升有关系 你就甭管我腰疼不腰疼 有人说那我一个阶段 有一个阶段的这个想法不好吗 好 但是你总是要付出实际的 你是要付出行动的 你不能总是空想 所以我们讲读书 我们之前讲过是同一本书 反复读 每年都重读一遍 就像我给大家讲经典也是一样 你不要以为我今天讲了这本经典 明天就一定要讲下本经典 搞不好同一本经典我再给你讲一遍 你每一次讲都不一样 同一本书你每一次读 你的感受也不一样 持智如心痛 一心在痛上 岂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 这句话非常精彩啊 这句话说什么呢 持智如心痛啊 说你把自己的那个愿力定下来 你发个这个大愿 然后你这个志向啊 就像心在痛 你想一想 当你的内心在痛的时候 你的心脏被人割了一刀 你哪里还有功夫干别的事啊 你的心都在这个痛的上面 因为你心痛了 持智如心痛 你一心在痛上 哪里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啊 当你把自己的这种大愿力定下来的时候 你的信念全部信念在这件事上 做一切都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 你哪里有什么功夫去说人家闲话管闲事啊 你像我看到很多佛教徒 一天天的有一开始 聚在一起也参加活动 也供登 也放生 也干这个事 也念佛 也听经文法 时间长了 他们这一帮人混熟了 聚在一起就聊是非 讲这个人怎么样了 那个人又跟谁发生什么了 他又不好了 他又到寺院勾引和尚了 就聊人家这些事 你真的把心放在道上 你哪里有内心 哪里有思想 哪里有这个功夫去管别人的闲事 去说别人的闲话呢 但凡呢 你要在这个圈子里面接触 你一接触人 然后你一听到人说闲话 我建议大家赶紧离远点 听都不要听 听都污染了自己的耳朵 污染自己的内心 污染自己的道心 所以这里面讲什么呀 你看 持志如心痛 一心在痛上 岂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啊 好比说吧 咱们还举刚才那例子 你说于老师 我想发财 你的心呢 我已经告诉你了 发财的关键点是什么 发财的关键点就在于不失 你的心心念念在不失上 你肯定发财 你不要一边心心念念 又说了 于老师说的我听 我相信了 我去做吧 然后呢 遇到事了 又开始说闲话 又开始管闲事 那么你把心放在积德行善上 然后你必来大财 那是肯定来的 然后遇到你一边相信了我所讲的话 一边遇到了哪个号码灵动大师 说改个手机号能发财 你又去了 你本来都相信了我给你讲的 说一切改变命运都要从自己的念头出发 从自己生活脚踏实地出发 你已经认可了 然后给你讲完了呢 你一听说哪一个大师啊 说号码后边几个八就能发财 你又去了 你又去搞那个事情去了 一听说谁说门口挂葫芦 你又去挂去了 当然了 我不是挂葫芦不好 我也挂 但是挂葫芦是干嘛呀 挂葫芦是代表 你看葫芦是两个圆 为什么这个道家看风水 老让你挂葫芦啊 这挂葫芦是两个圆 这两个圆代表我们什么呀 做人 带人处事 带人接物 说话 做事 要谨慎 要学习它 圆之又圆 不要太刚硬 不要太生硬 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从念头上改 那个葫芦往那一挂 你看到葫芦有俩圆 你就知道了 我与人说话的态度 要圆 不要太刚硬 不要太刚强 你不从这方面改 光挂一个葫芦 那估计没有太大的帮助 就像我们说南带观音 女带佛 那不是她来保佑你啊 她是一个挂在那里的死物啊 死物能保佑活人吗 就像我们说了 家里面摆个金蝉 你就发财了 那个金蝉是什么 金蝉是死的东西 死的东西能保佑活的东西啊 你脖子上带个观音 我给你拽下来 往地下一摔它就碎了 它连自己都保佑不了 它怎么保佑你呢 不是这样的道理 你你这个挂一个观音 难带观音 男人好打好斗 好杀 性格暴力 所以带一个观音提醒我们 哎呦 我要慈悲 我要与人为善 我学习他的慈悲 学习他的笑 学习他的与人为善 一切以何为贵 你碰到他了 摸到他了 看到他了 感觉到他了 你就提醒自己刚要发火 学菩萨慈悲 不跟他一般见识 时间长了 就最后就保佑你了 你的性格改变了 你带人接物 说话态度 各方面表情 什么都变了 然后你的命运就变了 然后就保佑你了 你如果自带着这个 然后呢 没有在自己内心 没有在自己性格 没有在带人接物 做人上改变 那这个东西保佑不了你 他连自己都保佑不了 女人带一个大肚子弥勒佛 就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感觉到他了 碰到他了 看到他了 就提醒我 我大肚能容 老公啊 老公婆婆 孩子 家里的委屈 我像个大肚子弥勒佛一样 把他都装进来 然后见人就笑 你看那个弥勒佛 肚子又大 笑口常开 对吧 对老公笑 对公婆笑 对孩子笑 在单位对同事笑 总是摆出一副 如沐春风的表情 时间久了 就保佑你了 怎么保佑你了 你命运要改变的 你什么都开始顺了 什么都好了 这就是保佑你 你不明白的话 你说带着就保佑了 那他保佑不了你 你得明白了 这个教具的作用 明白了这里面 其中的智慧 那就能保佑你 但不是他保佑的 最终是自己保佑自己 所以你说你挂葫芦 你挂葫芦可不可以 可以 你挂葫芦 你得知道这葫芦是两个圆 这两个圆提醒我 说话要圆容 表情要自如 也要圆 带人接物 说话办事都要圆 你提醒自己 所以可不可以带呢 可不可以挂呢 可以 但那不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有的人一说 说我手机号 我手机号改一改 能不能给我招来财运呢 能不能给我改变命运呢 你可以 可不可以改 可以 你改手机号 好记 与人联系 但是现在人都不打电话了 现在人都用微信 也不打电话了 很少 所以你说我非得改一改 改一改 可不可以 那可以 我不反对这些事 但是你不要痴迷他 你不要把它神化 不要把这种东西迷信化 这个想赚钱的所谓大师啊 他愿意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好 要不怎么从你那多弄钱呢 你看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你 你不一定给我钱 可是如果我把这个事情神秘化 你肯定愿意给我掏钱 为什么呢 因为要恐吓你啊 一边利诱你 一边恐吓你 那是为了赚钱 那是生意 那在我们看来 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歪门邪道 你好比说吧 简单的道理 我不给你像刚才这么讲 我这么一讲 你们大家都能接受 你们肯定也都认可 可这个道理 我不给你这样讲 我反过来告诉你 你带吧 你带一个这个观音吧 你现在有运气不太好 你要再不带这个 不行咯 你这个马上要出大事 你这个观音呢 我这就有 那我正好这有 六千八百八 我给你开光 我给你开好 你带上就好了 而且必须得我给你弄 别人弄不行 我给你带呢 我给你弄 还得挑日子 然后呢 你呢 还得这个沐浴 更衣 然后过来 是不是 还得给我买点水果啊 那贡品呢 我得给你做开光 最后怎么样 六千八百八 所以怎么样啊 那这个是什么呀 你觉得带个这个东西 你就一切都好了吗 刚才我说过了 真正的改变 从你内心的改变 是你自己的思想 是你自己的观念 是你自己的带人接物 什么是你的性格呀 你的性格就从带人接物 说话办事上来体现 性格改变了 你命运就改变了 所以咱们呢 不要从这些外面的假的东西上转变 从根本的根本上来转变 持之如心痛 一心在痛上 你把你的心放在道上 把你的心放在事情的根本上 那外面的这些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说啊 做一做 你做了也做了 就像说犯太岁似的啊 你说这个太岁是什么呀 现在都说 哎呦 2022年要犯太岁 他不是佛家的说法 他是道家的说法 有人说了 那我可不可以做呢 可以 你说了 说哎呦 余老师他们老说 我今天犯太岁 我心里边犯各样这事 那你就弄一个 我不反对 但是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讲 你不是说带个什么 就立刻就好了 我们是怎么样啊 你可以带一个 省着别人老恶心你 对不对 省着别人老有人说 你今天犯太岁 拿这事来恶心你 带一个 咱把这个事首先给他 给他排除掉了 然后我们真实的 从个人念头上 从自己思想上 从自己的积德行善上 只有厚德才能在物 而不是厚物才能在物 不是我带一个三千八的手串 我不是说我烧一个三千八的纸船 你就好了 只有厚德才能承载物 没有厚德 你用厚物啊 你以为花个两万八千八就能把你的业障消了啊 那是愚痴的想法啊 那也是迷信的思想 我们不主张 不建议有这样的思想 那这本身就是骗人啊 我可以 我认为是骗人啊 你如果图个安心啊 三百的和三千的没有区别啊 这个 这个 这个纸扎的啊 和和金子做的没有差别 因为你买的是安心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我们必须思考到 你人生的问题的关键节点在哪里 他思想的根是什么 你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一定从根源上改变 而不是在这个 在这件事上来改变 好比说吧 我们我们共灯啊 我们那个的今年的这个除夕夜啊 我们就会共灯 那共灯代表什么呢 共灯代表的智慧啊 代表着光明 代表着黑暗当中啊 燃起的一盏光明智慧之灯 那么行这是行而下的 行而下的道理啊 就是我们点 点燃一盏明灯 然后照亮一切黑暗 照亮一切智慧 这是行而下的道理 当然了 从这个行而下的道理呢 我们还能延展出很多功德利益 比如说智慧如灯啊 比如说这个何家安康啊 比如这个这个道业增进啊 等等等等 但是行而上的道理是什么呢 你一次一次的参与啊 你一次一次的参加 你一次一次的真实的去做 慢慢的你的感受又不一样了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也会发生变化 这个面容也会发生变化 性格思想慢慢的都会发生变化 这些就是佛法真实的利益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雅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